本赛季的火箭队在联盟中是十分成功的,球队杀入了西部决赛,火箭队的核心球员保罗实现了职业生涯第一次西部决赛之旅,这位球员真是很不容易。 一,火箭队的战力在本赛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,他们有实力和勇士队一较高下,在休赛期,火箭队留下了保罗和卡佩拉,这使得火箭队的实力依旧保持得很强大,他们依然在下赛季有机会杀入总决赛。 本赛季火箭队中很多球员的表现都很出色,像球队的领袖哈登,替补大将塔克,戈登等等其他的球员,说起埃里克·戈登。 这位球员本赛季在火箭队的表现很优异,在常规赛中,他为火箭队提供了超猛的进攻火力。 在季后赛当中,他的表现也很好,是火箭队主教练最信赖的球员之一。 戈登以前在提湖队的时候,他的表现并不理想,由于频繁的遭受伤病困扰,他的出勤率很低,由于出场数少,他的竞技状态也难以保持。 最终,他在提湖队的表现很不好,随后,提湖队放弃了失约他。 火箭馆里曾用一份四年价值5300万美元的合同签约了戈登,在火箭队,戈登的表现是很好的。 他在火箭队获得了充胜,看看戈登本赛季在球场当中的一些表现吧。 在美国当地时间,2018年1月26号,火箭队对阵级互队的比赛中,戈登替补出场34分钟,他全场砍下27分,全队最高。 在美国当地时间,2018年3月27号,公牛队对阵火箭队的比赛中,戈登首发出场26分钟,他全场17投11中,看下31分,全队最高,等等其他的比赛。 戈登这样的球员,他的性价比极高,火箭队天下他真是大转特转啊。 下战级的火箭队会取得什么样的常规在战级了? 戈登有望再次拿到联盟最佳第六人吗? 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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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